中共政坛地震持续 权力最大的情报部门主管之一 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健 被指收受巨额贿赂 涉入令计划案 遭到双规调查 我们独家采访到前国安部谍报官吏奉制 但应了解中共国安系统的贪腐黑幕 香港南华早报的英文版 1月12号引述消息来源称 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马健 已被双规调查 如果消息属实 马健将是继原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之后 落马的最高级别的国安系统官员 仅有的媒体报道显示 马健在国安系统从业30多年 曾负责国安部第10局 统管监控驻外机构人员和留学生 2006年他升任国安部的副部长 原本有望再进任国安部长 不过本月8号被带走调查 外媒曝光 马健涉嫌收受北大方正的CEO 李友3000万美元的贿赂 原国安部谍报官李凤志 向本台透露 在国安系统贪腐横行 涉嫌贪腐的官员至少有一半以上 按法律条件来弄 我想国安至少保守保守地说 也有一半的国安要进去 有几年的时间 整个国安系统要做两化 就所谓企业化和社会化 因为国安他要借助一些掩护机构 所以有一半的国安的在边的干部 到外做生意去了 当然就有一些有权力的人 利用这个作为借口 来给自己弄些经济利益 从上面的最大的头 你知道底下的脚头都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 那时候简直是乱了套了 除了涉嫌贪腐 外媒也称 马剑有可能同时卷入了令计划案 向马剑输送3000万美元的李友就被传 曾协助令计划的妻子外逃 不过失败 外界质疑 国家安全部变成了中共高官私人的政治保安 中共国安部对外一直披着神秘面纱 连总共有几个副部长都无法查证 至于经费的使用更是密中之密 国安的经费有两部分 一个是普通的那种行政经费 还有一个是特费 特殊经费 那是大头 那是除了国安系统的审查机构 给审查之外 其他任何部门没全审查 这样就给国安那些人提供了一个 很大的可以钻的空子 那是不受限制的 李凤志透露 拿着巨额特费的国安部 对付起海内外的异议人士和信仰团体 可是全力以赴 而现在对国安部的整肃已经揭幕 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